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MKC主播陈希君 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议题 是如何在中国这个市场上 用安全感来做生意 大家都知道 最近中国大陆一连串的黑心事件 让人心惶惶 很多中国民众都觉得 自己张口吃下去的可能就是毒素 网路上充斥的到处都是骗子 甚至于连接到一通电话打过来的 都觉得很可能是诈骗集团 就连在马路上你看到有人跌倒 你都不太敢去扶他 你还很害怕自己被诬赖成为凶手 因此在这个氛围下 中国整体民情上充满一种不安氛围 因此消费者就越渴望 对安全这个词 这个感觉的长期拥有 这也是我们今天之所以 要来强调安全感商机的来源 那我想在起头之前 我还是稍微来区别一下 安全和安全感这两个不同 所谓安全是一种实实在扎扎实实的密 看得到没得到或是当下就可以 证实的一种保证安全的感觉 举例来说像一瓶水 它有贴过国家认证 你就相信它是一个安全的 一台汽车你可以看到很厚的缸门 你可以看到它有安全气量 你就觉得坐在里面是安全的 这是一种实实在在可以感受到的安全 安全感它范围比较广泛一点 它是来自于对于安全需求的原生 比如说你现在拥有这个东西了 那你系下去还能够确保你还能持续拥有 你现在觉得安全了 下秒钟你还能够觉得安全 这样说或许有点抽象 但是它真实状态上 它很可能是产品服务或是机制 为了让各位可以比较清楚了解 安全和安全感这两者的差别 我想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 第一个例子就是前一阵子相当出名的奶粉事件 因为中国大陆的奶源被检验出有毒 曾经一阵子宝宝的爸爸妈妈们都人心谎 不太敢买内入奶粉 可是每年中国进口奶粉有限 而且价钱也比较高 因此他们就想到了 啊赶快到香港去收购这些 外国的知名的有品牌保障的奶粉 那这一收购就好了 中国到这么多人挤到这么个小岛 一下就把香港人本来以要喝的奶粉收购走了 因此香港政府只好出台了限购政策 那这些买不到奶粉的爸爸妈妈没办法了 不能在香港买只好到网路上来买 那这一我们看哦 上面这一连串的行为当中呢 家长疯狂抢购外国奶粉 他们要的是什么是安全 外国奶粉的品牌等于是无毒材料 无毒来源以及严格奶粉产制把关 这些综合因应上一个集合体 所以他对购买的消费者来说 他是一个安全的实体 那什么叫安全感 就是像后面我所说的 他害怕虽然现在在网路上买到 现在可以买到 但是以后买不到怎么办 网站会不会倒 这些网站以后会不会像香港一样 提出限购政策 像这样的对于安全感的 能否延续能否持续有安全 这个东西我就把它称之为安全感 如果各位还觉得有点模糊 让我们再举个更简单一点的 各位总有网路账号吧 网路账号你设定一个账号你设定密码 这个叫做安全机制 它是一个实体 让你知道你的账号受到密码保护 可是呢 你用这个账号之后你会担心什么 你会担心会不会有骇客把你密码偷走 会不会有不肖的网路营业员工呢 把你这些密码偷偷卖给别人 能否确保这后面这些事情不会发生 这个就成为安全感 不要小看这个安全感 有很多公司从这上面获得很大的利润 各位可以看看网路的实体锁 你现在用网路还得加一个外挂的实体锁 才能打开输入密码才能认证你的身份 还有呢跟电信商结合的即时把网路 把你的密码传到你的手机上 甚至有其他更多类似的手段或类似的方法呢 都为新的电子商务公司创造很多生意 那由上面这两个例子呢 我想大家各位可以看出来 其实所谓的安全感啊 它是一个安全需求的延伸 而上面提到这句话 也正是我们所谓安全感生意的基础 那各位要怎么来开始呢 其实并不困难 各位可以开始来检视你身边的消费者 他愿意把比较多资源投入到哪些 确保他安全的事情上面 那这些点呢 其实他就是愿意花资源的地方 表示他重视 接下来他会想能不能长期拥有 这时候你的机会就来了 这时候你有两个思路可以来进行 第一个呢就是如同上面所讲的 你在这一点上面想办法来加长他的期限 最简单一点 各位到现在去买各种电子产品 或是到各种买一些高端的产品 他都有所谓厂商提供的基本保固期限 可是这各位都知道厂商这个期限算的很准 你出故障的时间都是在这个期限之后 因此呢就有第三方业者推出什么 叫做延长保固 在原来保固两年之后再加一年 让你觉得买了这个东西很安心 三年之后三年内我通通不用担心他 三年之后我或许就可以换了 这就是一种最基础的服务 那甚至于一种比较不那么直接的呢 各位可以看到各大补习班 尤其在大陆他用什么当诉求 不学习就没有竞争力 即使你是公务员 你想升职你就得学新东西 这是一种安全感的延续 你看你到你的位置获取基本你谋生的安全 接下来你是什么你想做的好 做的位置做的久 这就是这样的一系列的措施呢 其实都是来自于我刚才所提的 想办法把当下的安全这样的感觉 做一个长期性的延展 那如果各位在操作上由这两个方向出发之后呢 有一个小小的点在提醒各位 就是有关于完成这些安全机制的成本的问题 基本上呢中国大陆客户你可以用两个方向来看 一个叫做一般大众 一个叫做高端消费者 一般大众呢可以忍受花比较长的时间 做比较复杂的手续 但是他们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低成本低廉可以接受的价格 那高端呢他们要的是什么 要是及时方便 以及确保他们绝对安全的感觉 那在成本上这两个考量呢 希望可以供给各位企业参考 各位企业主们 你们在考量自身产品特性 以及企业拥有资源之后呢 在安全感这个议题发展上呢 你们应该可以做出对你企业最有利的决定 那最后呢这边呢 跟各位小小推销一下自我 各位可以看看我长得这么安全 身强体壮muscle也有 是不是很有安全感 各位有没有想我个人做安全感生意的 赶快来找我报名吧 我们下次见 谢谢各位